加油 王惠美 加油 支持者高喊加油 章话县长王惠美也向大家喊话说 这次选举是国民党最团结的一次 所以只输一点点 这一次也是我们所有 我看过这几次选举 里面大家最团结的一次 不过就输那么一点点 那很可惜 我觉得品牌的问题 重新的定位的问题 也是我们应该来努力的 这一次的选举要让大家 要开始有解决性了 你经营社群媒体 该去经营的 那不是像以前 靠着什么路站什么站 通通都要站的 易于点破路站盲点 王惠美期待大家改变选战模式 希望把心力也放在社群的经营上 而连任成功的彰化第三选区 国民党立委谢一凤 也希望党中央多给年轻人机会 我认为未来我们可以持续的改进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放弃 往青年时代继续的前进 这次选举 张华县四位县任立委连任成功 包括国民党提名的谢一凤 民进党的黄秀芳 陈秀宝以及陈素月 绿营保住三席 蓝营只留住一席 选后第八天 国民党的谢票查会来到张华 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新北市长侯友宜 张华县长王惠美 以及立委谢一凤都来参加 数百名支持者齐聚 气氛惹落 明星雷华张华等 明星雷华